大家好,我們是東京桌橋 我是包博 我是文 好,今天又是我們的東京上班族 休假日常應該第四集了 我們老吊蟲潭回到了六本木 我們以前上班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要帶大家走兩條 我們下班長走的路喔 對,因為像我們現在身後這個就是 六本木子球 就是我們以前上班的地方 那第一站的話 當然就先在六本木這邊吃個早餐吧 Let's go 我們現在第一站來到這家六本木的麵包百名店 那既然我們在這邊工作兩年 維恩竟然沒有吃過這家這麼有名的店 真的是太可惜了 所以包博呢,就這次來帶維恩來吃這家 那這家店的麵包呢 就是我們點了四個 然後再加兩杯咖啡 其實並沒有很貴喔 它這樣子價位大概加起來是 1691塊錢 然後還可以有辦法坐在室內這麼悠閒的位置 在那邊爽爽的吃早餐,不錯 我點的是六本木鹹麵包 以及這個辣坎都里雞麵包 好,那因為我想吃吃看比較正宗法式的風味 所以我就點了一個可頌 然後還有一個法國廚師 然後看看他做的是不是 真的是很... Francais 百名店 六本木鹽麵包 日文就寫 Chiopang對不對 就是鹽麵包嘛 它其實是八點烤完 雖然現在已經九點,所以麵包很冷 但我覺得吃起來它真是Q度十足 它就稍微加一點點鹽,然後提升那個風味 然後還有麵包那個小麥的香味 然後上面塗一點點油 我覺得... 這個... 你早上可以吃三個 因為現在我個人很喜歡吃類似餐包 餐包也是屬於...其實沒有加什麼東西 但是就是吃那種麵包的香 然後跟一點點可能奶油的調味 很爽 好... 那就換我來吃一下這個 Le Croissant 等一下又有人說我們的法文念 法文念不好,英文念不好 中文也講不好 我怪你就是... Le Croissant 還蠻好吃的 它的可頌比我平常吃的那種... 講星巴克可能不好啦 可是就是一般... 你平常在台灣吃到的可頌 可能是屬於偏比較... 材質比較鬆軟 所以你一口咬下去 就會覺得裡面空氣很多 可是它的... 那個可頌是... 這邊... 這幾層啊 非常的酥脆 然後你完全吃得出那個一層一層的感覺 然後裡面是屬於偏比較綿密一點點的那個... 麵包的口感 但是... 吃起來又是... 不會覺得非常的乾 還算蠻... 偏濕潤的感覺 然後... 又那個... 油的香味 蠻好吃的 嗯... 剛剛吃到後來才發現它是有加一點點... 奶油在裡面 哇... 那就真的是餐包了 真的... 哇...好好吃喔 那你以前去吃那個... 比如說我家牛排 或是說那種... 台灣牛排的店 你會狂克餐包嗎 對 我會加很多奶油在上面 它的主體是餐包對不對 對對對 來...大家看一下 在... 東京鐵塔旁邊的這棟超級離高的大樓吧 這是... 高...超過300公尺 以後是日本最高的建築 麻布台Hills 將於11月的時候開幕 到時候再搶先拍給大家看囉 那我們現在人在藍色的點這個位置 我們第一條散步路線呢 其實也不是很複雜 就從這邊出發 然後走這條... 離這邊黃色的這個線 當然我們小巷子可以進去繞一下 之後呢 我們會到赤板這邊 那我們離開赤板之後呢 回到六本木一次 我們第二條呢 就來這邊啦 這次是繞這邊 繞到表餐道 會經過青山領園這一帶 耶...那我們就要出發囉 對啊 然後... 剛剛遇到一個小插曲 就是因為... 太久沒有走了 Bob已經有點忘記方向了 對...因為... 我忘記左邊到色管 還是右邊到四板 所以這個如果只要一出插錯的話 就完蛋了 對...但是有一個東西叫Google Maps 可以查一下 試試看不要用 對不對 我不太好 科技就是要用 哈哈... 以前... 有吃過一次這家Wendy's 然後太難吃了 就沒有再吃了 NO 好... 我覺得走到這邊 好像開始依稀就有點印象了 就是... 熟悉的高架橋 熟悉的坡道這樣 我們應該是史上第一組 帶大家散步 然後一直走高架橋的 這邊散步是不錯 有高架橋 那你有沒有覺得啊 以前還沒有正式開始做東橋 那時候還是做那個嗎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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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覺得... 好像... 下班就不會那麼忙 就可以這樣子 就是... ゆっくり的啊 散步啦 都要亂吃一些 也不是垃圾啦 就是隨便吃的 我沒有錢要吃垃圾 對 地上...欸垃圾 的確啊 就是... 應該說這樣才是 好好的體驗日本的 才是正常人的生活啦 但的確啊 我2012年搬過來的時候 2012年搬過來的時候 我前五年大概也是這樣的生活 對啊 所以你才會累積這麼多散步的知識 對 因為我覺得大家應該都很好奇 就是啊 為什麼 東橋知道這麼多神秘的 散步路線啊 餐廳啊 等等 應該說我自己無意識的 就是走這些路 然後有時候會迷路 然後是需要Google Maps 走了幾次之後就發現 其實我大概就不需要Google Maps 就可以走到 所以就是靠 無數次的迷路 累積出來的知識 好然後因為六本部這邊很多 外商外國有錢人嘛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Porsche就在這邊 直接就開了一個分店了 晚上什麼時候買一台 呃 這個可能要 麻煩 麻煩你趕快發達了 拜託 お願いします 好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其實 東京的那個啦 散步 都市規劃真的超讚 我們從剛到現在 整個走的那個人行道都超爽 超快 我剛剛這樣走一走有一種心得 就是我覺得東巧好像還是最擅長拍 邊走路邊聊天的影片 對啊 輕輕鬆鬆 對 然後講一些什麼以前生活什麼 就對我來說是最 自在簡單 好拍的內容 老生常談嘛 就是 因為最習慣的 你要我在室內 然後講一大堆那種 因為一般youtuber 會在室內講一些 開箱聊天嘛 對 對我來講反而就比較 比較乾啦 比較尬這樣 我們沒有那麼厲害 我們就是看到什麼才可以做出反應 沒辦法在心裡想到就開始 對 好我們現在已經走到那個 應該以前有 以前有春水堂的地方 我也沒有特別查Google Maps 如果沒有開的話 就當作一個回憶 早早看 對 我們現在期待一刻要揭曉了 就是這邊春水堂 還在嗎 在耶 但沒開 但是太早了 對 幾點開啊 預奶蓋 欸 11點 11點有開 住日是假日嗎 對 住日是假日 11點 今的一天啊 喔 差一點點啦 還在20分鐘啊 那我等一下 等一下好了 我們回憶沙嘛 那還是等一下好了 好等一下 而且我現在也好渴 想喝點東西 好啊 鮑柏日文要加油一下 住日反正是假日嘛 那我以為 星期日也是假日的一天 也不是 日要定休 耶 因為我就想說 它11點開 現在連就是 preparation都還沒做 怎麼可能 好啦那我們就 Air Bubble Tea 好 嗯 好喝 走吧 如果有人真的這麼無聊 想要參考這條路線的話 反正啊 就是沿著高架橋一直走就對了 對對對 也中間也沒有什麼 曲折這樣 那如果你想要多多 再多挑戰自己的話 繼續往前走 可以到日比虎跟東京車展的地方 我們剛剛有經過六本木一丁木 然後現在這邊是柳池山王 好那我們通常下班那個散步翅板重點的路線呢 有一個景點就是這個山王日之神社啦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這邊有一個很長的電動的手扶梯 然後呢也在我們以前的VLOG有出現過 感覺好像是要去什麼辦公大樓 對啊 但我覺得日本也蠻好玩的 就是明明是神社 對 然後你看旁邊辦公大樓 然後又有這個電幅梯這樣子 嗯 就破除大家對神社都一定要是什麼 京都清水寺啊 那種感覺這樣 神社也是可以很Fashion的喔 剛剛還那種辦公大樓的感覺 現在馬上搖身一邊邊古色古香的感覺 我們進去看看吧 那這隻神社這邊啊 算有三個比較大的入口 那這其中一個入口 你可以從這邊爬階梯上來 好但也提醒大家啦 這邊就是沒有電幅梯 所以還是比較建議走剛剛那個比較舒服的入口 那大家對日本很有感覺 很有印象的一個地方 應該是京都的那個千本鳥群這邊 但是呢在東京其實這邊有一個叫 山王道河大社前 這邊其實也有很多鳥群可以看看喔 我們逛完了 接下來在赤板這周圍散步一下吧 這還蠻貼心的 上下都有 真的 由於這種熱天氣真的不想走樓梯 我們跟蠻多東巧好朋友啊 只要想起台灣的時候呢 就會來這家山上巧胡適牛肉麵啦 像是誰 Jennifer 和Cloy 耶 哇 這邊 有什麼特色幫我們介紹一下 大家不要看現在沒什麼人 但到晚上了以後 搖身一邊 這邊變很多人聚集在那邊吃晚餐的地方 這邊是個夜生活很棒的地方 對啊 因為像我們現在走的這一條街 我覺得它兩側有超多那種餐廳都開到還蠻晚的 而且這邊很多知名的餐廳 對對對 好熱來吃個咖啡冰吧 這摩卡雙麒麟 那雙麒麟的甜味配上摩卡 淡淡的苦味真的好吃啊 那每次呢我們的行程啊 結尾的地方都在翅膀建復這邊 那如果下班時間是比較早一點 然後我們走到這邊可能七八點的時候 我們還會逛一下後面的Big Camera喔 好那都已經講到Big Camera的話呢 那大家記得要去那個影片資訊欄 使用我們的優惠券 然後我們那個下班的散步算是結束了嗎 對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是一個比較完整的Vlog拍片行程 所以呢 我們現在目前是打算去找一個什麼樣的店 休息一下 呃 往前走有兩家就是蛋糕還不錯的店 然後一家是在飯店裡面 一家是在辦公道裡 那我覺得以有趣程度的話 我覺得我們去飯店裡面 會比較好 好那我們就去看看會不會成功吃到吧 我之前都沒有注意過啊 就是竟然這邊河邊就有可以釣魚的地方 超可愛的 我們現在到了東京新大谷飯店 來吃個下午茶 但其實現在時間是中午 所以我們是中午吃下午茶 所以我們帶五人來吃的蛋糕店 叫做Hatisari Sasuki 然後他來吃個擺明店喔 哇 這邊不愧是五星級飯店的餐廳 這個氛圍啊 裝潢啊 然後還有大家穿著 都是一流的 然後不像我們有點 我們穿著比較隨心 你還穿襯衫好不好 我還有襯衫 至少 不愧是五星級飯店 他連那個檸檬啊 都是切好皮 然後用這個牙籤這樣串起來 超優雅的 切好皮是比較不會有苦味啊 好我們下水一試 哇 連這個Super Opera Leisure 看似它當初在那個 Menu上的價錢是1700多 我看起來有點貴 但其實實際上來的時候 你看這個大小 我們用那個牙籤來做比例 所以它有超過一個牙籤膏 然後大概兩根牙籤寬 所以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覺得這個價格還算滿值得 因為它就是白米店 巧克力不會過甜 它雖然每一層都是巧克力 但我覺得不會讓人家覺得很膩 很好吃 但是如果就是沒辦法吃那麼多甜食 我建議還是兩人一起吃一個 會比較好一點 對啊因為它這個其實可能畫面上看不出來 但它實際的大小差不多是兩人份 對 吃完甜點之後 我們不妨在這邊 美麗的日式體溫散步一下吧 你不講我又以為這裡是什麼 新宿於遠了 真的嗎 不錯齁這邊 對啊以飯店來說真的超大的 我們是東京左右橋 怎麼有點鬼打牆 Deja Vu的感覺 沒有啊其實我們又回到六本木 我們要來我們的第二個路線囉 對好那我們現在就往表餐道出發吧 好我們這個拉麵大概排隊多久了 大概快一個小時 OK 那感覺應該在半個小時內就可以吃到了 對 前面大概剩四五個人左右吧 好 那來看看你會會你到底有多好吃 我們吃完這個排了將近快一個半小時的 露露東京 然後首先呢 這應該是我評論過最不一樣的 就是我認為這是我吃過料最好吃的拉麵 對因為我們剛剛點的是它那個招牌有得到米奇林推薦的拉麵 然後呢它那個料 哇首先第一個是那個剛剛Bob有講說那個溫泉蛋 不是我跟你講反正就是那個玉子嘛 那個蛋是它吃過最好吃的 然後我也是這樣覺得 因為它裡面 反正就是它那個入味度跟那個蛋的黃蛋黃的那個甜度 還有口感真的是很棒 然後第二個是它裡面有兩顆有點像丸子的東西 一個應該是雞 然後一個應該是海鮮或貝類的東西 然後那兩個丸子吃起來也超好吃的 然後尤其是那個魚或海鮮的那一顆啊 它裡面有加了一些口感脆脆的東西 有一點吃起來有點像碧琦的口感這樣 然後再來它裡面烤了兩片鴨肉 又香又軟嫩 真的很好吃很入味 然後它還有一片是白白的雞肉 那一片是那個那一塊雞肉是有柚子香味 那我覺得最平淡無奇的反而是 它有一塊大片的白色的 類似應該是叉燒豬肉 那一片就是比較平淡 但是我覺得它的料真的很好吃 這是我覺得很神秘就是 我覺得它的麵OK好吃 然後湯好喝 但是沒有好喝到讓我覺得很鮮很驚艷 但是它的這整碗麵綜合加起來 再加上料的話 我就覺得分數蠻高的這樣 就我跟維恩吃過這麼多碗拉麵 我第一次看到它吃得比我快 然後吃得非常非常的乾淨 裡面一滴湯都不剩那是太屌了 對但如果只是比湯的話 我還是覺得山羽素比較高分一點這樣 好我剛剛有一個地方忘記講 就是它那個拉麵裡面的料還有一個東西 是京都的九條蔥 然後它那個蔥脆脆的口感 然後再加上那個香味 吃完之後你完全不會覺得有那種辣度 配著麵超棒 你看我們其實今天吃的三餐嘛 算三餐嗎 就是早餐加上甜點加上中餐 全部都是飯店 你看跟著包伯走走 沒錯了吧 好那我們吃完之後 開心之後呢 也別忘了 我們今天VLOG的第二個重要事情 是我們要從六本木散步到 不要吃到 我剛剛吃的太驚豔了 暫停了一下 好走吧 回憶殺時間 這家泰國料理啊 也是之前下班之後 我們還蠻常跟同事來吃的一家 然後這家泰國菜真的是還蠻好吃的 走一點點辣就是 然後又要call out Jennifer 這家也跟 Jennifer來吃過 吃完比較濃郁的拉麵之後 要幹嘛呢 喝一杯清爽的Blue Bottle Coffee 買了飲料繼續往下走吧 我們現在這邊所在地的是青山陵園 那我們繼續往下走呢 就可以到青山陵園 大家可以發現這邊很適合走路 好 好我們現在已經正式進入青山的範圍了 對人也越來越多拉 好接下來這個方向嗎 對自己往前 這個方向就會到表餐道路 我們第二個三步路線已經達成了 我們現在人在表餐道路 我們來表餐道之秋 吹個冷氣拉 Let's go 這邊我們來過蠻多次的齁 但是我其實都不知道這裡有什麼好逛 其實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比較偏貴一點 可以這麼說 對它基本上大多數的店家都屬於貴的 然後它餐廳感覺是有點偏高級 現在已經瞎逛來到了 對 餐廳道 然後往逐下通的方向 對 對然後 基本上影片已經差不多結束了 那未來你看到 就是還有多的地方 就是我們 就是無聊想拍的拍一下 換成兩個男孩的散步 明天要回台灣 哇 這個往新宿方向的廁所變好漂亮 對阿 我們以前在這邊上廁所都覺得有點髒髒的 後來好像是疫情的中間時間 那時候好像要吸引很多 應該說東京奧運那一半時間 然後東京推出了很多各種不同的廁所 然後這其中一間廁所 這叫神宮前推廁 那這個是由以前的Baiting Ape的設計師 然後現在HumanMate設計師Nego 所超到設計的 廁所還有網站以及設計師的對不對 很屌齁 應該可能只有日本才有 或是瑞典單賣 就是比較重設計的國家 對 不錯來這邊上個廁所 我這邊體驗一下設計師的所設計的 那廁所也不錯 我覺得我們不當就是大中華區代言人實在太扯了 好 我們吃飽了 準備要回家了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東京上班族 休假日常的第5G 想要看更多的人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們會非常的感謝你的 好那我們下一集見囉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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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